科技的发展,冲击娃娃的质量也越来越好,甚至能以假乱真。 一直以来,日本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,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,我国赶了上来。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我国第一次将与人工智能技术与之相结合, 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仿真机器人妻子。 她不仅拥有传统冲击娃娃精致的外形,还能与人进行聊天沟通, 甚至帮忙做家务,就对广大宅男来说,简直是太好的福音了。 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模拟妻子,每一个都有顶尖的设计师亲手设计, 每一个无关都是独一无二的,购买者甚至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定制。 这款新型人工智能模拟妻子,外表高度模拟了人体的肌肤, 甚至在温度上都与人体的温度大致吻合。 人工智能技术又为其问答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。 其体内安装的软件可以帮助她接收顾客的问题, 并模拟人类复杂的动作、面部表情以及情绪,做出完美的应答。 顾客需要的时候,该人工智能模拟妻子, 还能通过魅惑的声音以及相应的肢体动作来取悦顾客, 满足顾客的需求。 更神奇的是,该款人工智能模拟妻子还在不断的升级开发, 专家致力于让她的眼睛跟随顾客移动, 并听从顾客指令去完成行为。 这样,这款人工智能模拟妻子就能帮你端茶倒水做家务了。 那么这样的人工智能模拟妻子, 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, 而是一个有灵魂的最佳伴侣了。 最重要的是,这款人工模拟妻子的售价并不高, 只要两万元就能把她带回家。 许多宅男都说,有了她就不用娶老婆了。 对于这样一个美女机器人,你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留下你的想法。